我们这次要讲到的是古文明中的埃及 埃及里面的内容主要就是跟他的政治宗教 以及有名的法老王和他的金字塔 这些文化有关的内容 首先我们就是要看到在埃及上面最重要的尼罗河 因为尼罗河而灌溉出的埃及的古文明 那我们在这张地图上面就可以看到 埃及大约是在北非的这个位置 那这个就是尼罗河的流域 Without the life-giving waters of the Nile River 如果没有尼罗河这个灌溉生命的泉水的话呢 Egypt would be a desert 那埃及就很有可能就像是个沙漠一样 And there would have been no Egyptian civilization 当然就没有所谓的埃及文明了 Many thousands of years ago 数千年前 Groups of hunters moving to the Nile Valley 那有一群呢 那个猎人 他们呢就搬到了这个尼罗河的流域 Valley在这里指的是流域的意思 OK在这里我们就不说它是山谷的意思 They found large numbers of animals, birds and fish 他们在那里呢就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些动物啊 鸟类跟鱼类 As well as the reliable supply of water 以及OK as well as 就是以及呢也有什么 reliable reliable这个字 好像要知道 reliable呢就是可以依靠的 它就是从rely rely这个字转过来的 人们呢可以赖以生存的这些水源 supply the water supply在这里呢 当然就是指供应的意思 哪里的水呢 就是这个尼罗河的水 所以在尼罗河那里 有非常丰富的天然资源 以及呢非常充沛的水量 因此they began to settle in the valley 他们开始呢 在这个流域这边呢 顶居就是saddle in 大约的时间就是西元前五千年的时候 adopted farming as their way of life 这个adopt呢在这里是指采取 他们的生活方式呢 就是采取农业的方式 作为他们在这个地方呢 一开始的一个生活方式 当这一些呢 农人他们开始兴盛 繁荣 prosper就是越来越多的意思 communities join together to form two kingdoms 一群一群的这些farmers 他们呢就合并在一起 成为了两个王国 就分为upper Egypt and lower Egypt 就是呢上埃及以及下埃及 好我们继续就是谈到了 在尼罗河上埃及人的生活 好之前呢我们有说到 在埃及呢就分成了上埃及 以及下埃及 然后在大约西元前三千一百年的时候 the king of upper Egypt conquered the north 在上埃及的国王呢 他征服了北方的这个下埃及 and united the two kingdoms 然后将两个王国呢 结合在一起 once the kingdoms were joined 那当这两个kingdom呢 都合并在一起的时候 Egyptian culture blossoms 这些埃及的文化呢 就开始在繁荣 就开始在兴盛了 Along with the Sumerians Sumerian就是指苏美人 跟苏美人一样 埃及人呢也是什么 one of the first peoples 也是呢世界上呢 就第一个发明这种书写文字的这个系统 那我们旁边就可以看到这个 Egyptian alphabet 就是指埃及发明的这些文字 那主要呢就是以所谓的象形文字 their sculptors 他们的这些雕刻家 and painters produced many works of art 他们的雕刻家以及艺术家呢 创造出非常多的艺术作品 and their architects 他们的建筑师也同样 built enormous temples and pyramids 建造了呢非常巨大的宫殿 以及pyramids 就是我们之后会谈到的金字塔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呢 就是宁罗河的这个氾濫 就是flood 洪水的意思 every year summer rains in the mountains 每年在夏季呢 在山区的降雨 at the source of an isle 那就成为了宁罗河的水源 cause the river to overflow 造成呢这个宁罗河呢 overflow就是泛滥 fathered down in the flat valley 那就泛滥到了呢 就是流到了大概流域呢 下方叫平坦的这个地方 那这个尼罗河的泛滥呢 也让这些farmers 让这些农夫呢 知道要去dig canals and basins canals就是指所谓的渠道 那basins就是水坑的意思 他们都知道可以去挖掘 这个canals and basins to store the flood water 来储存这一些洪水 later in the year 那在这个洪水结束的这一年之间呢 they guided this water onto the fields 他们呢就将这一些水呢 through ditches 就是所谓的渠道或是壳沟 OK 均有这些渠道或壳沟呢 把它灌溉到这个农田里面 if it was the good nile 如果呢 当年是所谓的good nile的话 the flood waters 这个洪水呢 就会cover the land with rich block mud 这个洪水呢 它覆盖的这个土地呢 它事实上就是带着所谓非常丰饶 以及呢非常深黑色的这种泥土 它可以fertilize the fields 它就可以让我们这个土地呢 变得非常的丰饶 那当然这也是农业可以在尼罗河上建立的原因 也造成了这个整个尼罗河域的这个埃及文明的繁荣 好 这一段呢 要看到的就是埃及的foreign trade 国外的贸易 Thanks to the annual flood 拜这个呢 每年都会来的洪水之次 The Egyptians could grow more food than they needed 那这些埃及人呢 他们就可以种植 他们可以生产呢 比他们自己所需更多的这些食物 因此他们就把这些surplus 就是指剩余的多余的这些食物呢 买到国外去 那他们跟哪一些古文明一起交换呢 比如说在东边的这个迦南文明 以及呢这个在所谓南边的这个Nubia and Pound 以及呢在西边的这个Libra 而且他们甚至还在呢 OK 在非洲大陆对岸的这些 比如说克里特或者是希腊这些文明 甚至是巴比伦帝国 他们都有彼此进行贸易 那这些Egyptians 这些埃及人呢 他们出口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例如agricultural produce 就是农业的产品 或者是这些亚麻布就是linen 或者是一种纸这叫纸砂草纸 and manufacture goods 以及呢这所谓的加工的产品 manufacture就是指加工的意思 好 那他们进口哪些东西呢 他们进口了例如木材 timber incense 就是香 slaves 奴隶 银 马 铜 锡 以及酒等等的这些产品 好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呢 就是埃及最有名的这个金字塔 pyramid 好 首先呢我们会看到他说 Egyptians believe in life after death 这个埃及人呢 他们相信的死后会重生 所以当他们的国王过世的时候呢 his body was placed in a special tomb 他呢就会被放置在一个 很特别的坟墓就称为pyramids 就是金字塔 那他的陪葬物呢 有他的衣服 家具 珠宝 以及personal belongings 是一些个人物品 让他呢可以在下一个世界的时候 可以使用 The first pyramid has steps on the outside 一开始的这一些金字塔呢 它在外观上是有阶梯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king could climb up them to join the gods 就可以呢爬到这个阶梯 然后与众神会合 然而呢这个宗教信仰 religious beliefs也会改变的啊 所以这个pyramids became straight-sided 金字塔的外观就开始变得比较笔直了 Later kings were buried in magnificently decorated tombs 之后比较晚期的这些国王呢 他们的这些坟墓呢 是装饰非常华美的 所以是magnificently decorated 那位置在哪呢 是在埃及很有名的所谓 the valley of kings 这个帝王谷的地方 这个帝王谷呢 在那里呢 事实上是埋葬了非常多 埃及的这一些法老王 那在那里 它其实是一个cliff的地形 就是一个悬崖峭壁的地形 那它的这些tombs呢 都是镶嵌在这些大的岩石上面的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这样子呢 来躲避的就是这个grave robbers 盗墓者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呢 就是法老王的统治 Farers ruled Egypt for about 3000 years 法老王统治埃及大约3000年 所以历史学家呢 就将这个很长的这一段时期 区分为 old, middle and new kingdoms 区分为古王国,中王国 以及新王国时期 As the king of Egypt was believed to be descended from the gods 由于呢这个埃及的国王呢 是被认为他是 起源于这个神的 或他是是 OK,神的后裔 Descended from 就是什么的后裔 这个descend这个字 所以因为这样的原因 It was difficult to know who was good enough to be his queen 所以就很难知道说呢 谁够那个资格 可以当他的皇后 He could have many wives 所以啦 他可以有非常多的妻子 但是他的皇后 也就是所谓的 great royal wife 只能是有皇家的血统的 因为呢这样子 众神的这个血统 才不会被deluded 就是不会被稀释掉 由于这个原因 kings often marry their sisters 他常常呢就是要 国王必须要娶他们的姐妹 或者是一些女性的近亲 就是closed female relative their eldest son 他们的这个长子呢 当然就会成为下一个法老了 那我们看旁边的这个图片呢 其实就是这个法老王 以及呢他的这个queen的这个照片 那我们这边看到的呢 就是象征权利的这个取柄章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呢 是法老王在这个国家事务上面的一个角色 the king of Egypt have many important roles 埃及的国王呢 他是有非常多重要的角色的 作为这个政府的首领呢 他控制了这个律法 军队以及the council of all the gods 以及呢对所有众神的这个膜拜 couse就是指膜拜的意思 at important festivals 在一些很重要的这个庆典 节庆里面呢 他会亲自的去举行这些祭祀典礼 这样子的话呢 人们呢就可以将他视为 god king 就是所谓的神王 或是与神同体 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那他跟他的这个皇后呢 他们也可以去welcome foreign princes 就是去欢迎这些呢 从国外来的这一些贵宾 因为国外来的这些皇族 他们呢会来到这一些宫廷里面去参访 那为了要帮助这个法老王 来统治这个埃及 他会有两个最主要的大臣 就是chief ministers 一个呢就是给上埃及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给下埃及 以及呢一群官员啊 还有 scribe scribe就是指这些经文 抄写员 以及他的祭司 这些人呢就可以帮助他来处理 这个每一天就是day to day这些国家大事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呢 是埃及的政治 以及他的社会阶级 首先埃及的这个政治呢 是monarchy 是君主政治 这个君主政治呢 就是这个政府 是由唯一的一个ruler所领导的 那他呢是有supreme power for life 他对生命呢 是有至高无上的权利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君主政治呢 持续了大约有三千年之久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图里面呢 所表现出来的这个社会阶级 古埃及的社会阶级呢 是structured in the rigid hierarchy 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这个社会阶级 hierarchy就是指社会阶级的意思 那在最底端呢 就是这一些奴隶 然后在奴隶之上呢 就是这个free working people 他们就像比如说 ok 农人啦 或者是这一些军人等等的 那在他们之上的呢 是所谓的scribes priests and nobles 大约就是在这个位置 比如说超血缘啊 或者是这个祭司 以及这一些贵族 他们是在这个社会阶级的 再上层一点的 那当然啦 最顶端的 就是这个法老王咯 这个pharoos 他可以说是埃及呢 政治 以及呢 他这个宗教的这个领袖 他这个宗教 好 接下来看到的呢 是埃及这些众神的住所 那我们来看一下 The Egyptians have many gods and goddesses 那埃及人呢 有非常多的神 ok 这个god呢 是指男性的神 那goddess呢 就是指女性的神 这些神呢 来照顾他们的日常的一些生活 或者一些问题 and grant their wishes 并且呢来去应允 就是grant的意思 应允他们的一些愿望 Many of these gods were shown with the human body 那这些神呢 有很多 他们是有人类的一个身体的 但是他们的头呢 却是有动物或者是这些鸟类 就像是我们这边所看到的这个图片一样 它呢是有人的身体 但是它的头呢 是不同的这些动物的形式 来去代表它不同的这个power A statue of the god was placed in the sanctuary 那这个神 他们的这些雕像呢 就会放置在这个神殿里面 就是centuary it was only removed for religious ceremonies 只有在这些宗教的这些庆典上面呢 会有所搬动 The Egyptians built huge beautifully decorated temples 这一些埃及人呢 会为他们的神呢 建造非常大 非常装饰滑美的这些神庙 作为呢 他们在世间的这些居所 earthly homes 那我们看到这边的这个图片呢 它事实上呢 就是埃及一个很有名的神 叫Ammun 它呢 至今人在Conark所树立的一个神庙的照片 好 这一段要看到的呢 就是埃及最有名的这个埋葬的习俗 也就是我们这边所看到的这个木乃伊 埃及人他们相信啊 为了要去enjoy life after death 为了要去享受这个来生的话呢 他们的这个body呢 就必须要继续的存在 So they invented the process we call mummification 他们就发明了一个我们称为木乃伊化的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首先呢 第一个过程就是 这个它内部的器官 这个internal organs呢 必须要先移除 然后把它储存在一个特制的这个罐子里面 那就像我们这边所看到的呢 它就是拿来放置这些内部的器官的 好 那接下来呢 这个corps也就是它的这个尸体 就会以当地的这些盐呢 来覆盖 那当地的这些盐 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泡检 natural 它的目的就是要去避免腐坏 OK? prevent it decay 之后呢 等到这个body呢 都已经干了之后 都已经dried out之后呢 它就会 patt with linen and spices 它就会呢 用止亚麻布 以及这些香料来包裹 to fill out its original shape 它的目的呢就是要把它填充成 给它原本的那一个形状 然后呢就是bandage bandage就是以这边看到的这些 用这一些绷带呢 把它就是包裹好 然后将它放置在一个特制的 可以elaborate coffin 一个精心制作的这个棺木里面 然后再次来看看 那么就有点LL 可以做到这个棺木里面 都可以做到这个棺木里面 那么就能够用这个棺木里面